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拍一條新影片 我們新的頻道會開始分享化妝的東西 我們第一條影片會分享 Alice 跟我在2020年最喜歡用的工具 以及我們的化妝箱有什麼 小瑋 先由噴槍開始 我化妝箱有幾支槍一定要大身 其中一支是Mikon 這支槍有特點是噴得超級優勢 而且是超級順暢 超級舒服 以手感來說是最重要的 是槍之神 這支搭錢有點貴的 應該是2000-3000元 現在還在買3000元一支 如果大家有預算的話 可以試試這支槍 後面還可以調校出力位 如果大家控制得不太好 可以頂住針去到多少 可以幫大家控制到散射有多少 但這支槍有一個位置 因為它是0-18 很幼和很粗都可以噴到的關係 所以它要很準確才可以噴到粗優度 可能初學者就不太適合 因為初學者一來就很粗 所以就要練得很適合才可以 我覺得比較適合這支槍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我用也可以 但我最愛的不是這支槍 它有一個注意的位置 因為針頭很細 如果大家賣這支槍的時候 如果噴模型的話 可以的 模型有完全沒有問題 但如果噴我 我化妝的顏料比較稠 所以有些顏料 它就需要配合一些比較大的風壓 如果你的相機的風壓不夠大 其實它會不緊張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用的時候 我的顏料也會開氣一點 令它噴得順暢一點 這是一個小提示 如果大家要用這支槍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 我剛剛想起 原來我是有多一支後備的 我是買多了一支的 因為這支槍 其實我們用得很多 即是Gigslisting都會有全新的 選套非常快 所以我就買多了一支 當然它還可以用 其實它不是買多了一支 它還有買多了很多支 都還沒有用的 還有很多在裡面 這個就是那個Packing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是否PM王 其實也不用 它是沒得賣的 但你想知道的加多年 你可以問一下它 我們是沒得賣的 暫時這支是我們最貴的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盒 雖然說多一點 但這個盒真的很漂亮 超級漂亮 它最重是這個盒 我都未捨得用 很開心 再一個外出 嘩 它是這樣的 有一個水格 還有一支水格 令它順滑一點 你可能都需要用到 最美的Packing 這個很漂亮 我不捨得用 這支還可以用 這支還可以用 因為對噴槍來說 損耗是會有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要換的零件 或者可能是整支槍要換的 所以它很簡單的買 也有很多後備 所謂的後備 但是它都是趁低級 有便宜便會買 早買早享受 早買早享受 早買又貴 下一支 插後的 這支也是Iwana的牌子 因為我已經集中用Iwana的牌子 真的太好用了 這支槍比在Micro 它會噴範圍大一點 可能是中範圍 未必噴到超大範圍 可能噴超大範圍的東西 就不太舒服 可能要辛苦一點 但我覺得已經夠用了 它也可以噴到超級幼細的東西 我覺得我用的時候 這支非常好用 而且性價比非常高 好純 只是六百多元一支 如果我們自己去Amazon找 可能會有更便宜的便宜 我通常都用上壺 如果自己出去做事的話 比較方便一點 其實我們有下壺 通常我們都用下壺 但自己出去就用上壺 我們做主題公園 那些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下壺的窗 因為很多硬料同學 都不會少少滴在上壺 所以我們會上壺 然後我們帶用 我們就不用下壺 通常我們都是 放下壺窗 有一支我很喜歡用的 它也有時會用 噴大範圍有用的 對 就是這支 噔噔 原來我沒有在 我們現在不在 因為放在Rush 這支是我很喜歡用的 在這麼多支桌上我最喜歡用的 那支是一百多至一千 應該是貴NEO 對 總之就按上價錢 但是那支 噴的力度 我覺得是很夠用的 噴大範圍是很夠用的 NEO 噴的大範圍 無論如何都不夠Eclipse 所以如果是一支 如果是一支Micron 再加一支Eclipse 再加一支Eclipse 當然沒有 對 我會喜歡兩支Eclipse 加一支Eclipse 加一支Eclipse 那支我喜歡配一支Measure 最大範圍的 然後兩支Eclipse 可能會是冷色暖色 這樣去用 然後一支是NEO 噴最小的位置 我自己很少會用到Micron 不捨得用 消耗量太大 你就會不捨得用 除非你噴到的 可能很精細的時候 就真的會去用 一般工作用的 我通常會用這三支 他會喜歡用 因為我喜歡噴細 對 他會再噴細一點 好 第三支會出現在我化妝器的 就是這支金色槍 金色槍 其實我一個化妝師朋友送給我的 他都會噴槍 所以送了一支金色槍 好像是SALAN 我不知道 但是純粹是因為我們本身很喜歡金色 所以很少有這些 他都會送給你 我以後都會送給你 我們都很喜歡用 我們純粹其實都很便宜 在某大購物平台就有得買 這支槍我們就叫做粗用 其實以性格來說都不錯 有時候噴一些油性油 或者我們不捨得用一些貴槍來噴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這一支 而它失去我們都沒有那麼心痛 爛了也不心痛 這個心痛的領域 我會保持得很好 但是以它的質素來說 其實它噴到的東西都很多 它都是小範圍至中範圍 真的沒有超過大範圍的東西 所以 也不是極幼 也不是極粗 但是中間 所以它都適合我用 還有一支 這支叫Parte 我化特技的時候是會用的 用來賞色的 但它噴出來 其實它是噴一點點的 它都是一個下壺窗 也都是一個下壺窗 而且它是單動的 這樣的 對 其實我全部窗都是雙動窗 我沒有單動窗 正常都是要雙動的 不過我以前就喜歡用單動 如果噴部具的話可以用單動窗 單動應該是 化妆或小部机会连出来的窗 一按就会连出来的就是单动窗 我们的近元要拉后的就是双动窗 如果噴道具、模型、死物类的东西 其实多数都会用到单动窗 比较简单的操作 双动窗就要连幼小、大小、方 所以这支Persation是单动的 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双动窗 简单介绍,这支大家未必需要用到 但我会有这支窗 我之前是会用一些小泵的 可能是这样大小的化妆小泵 我之前会用这些 但用了久之后发觉它的力量不足 而且持续供应不足 甚至可能会坏 最怕会坏 如果你拉出去做的,它稳定性不足够 你真的会坏 如果它坏了,就用口吹也够不够 所以我对于风力的追究 我们需要很大方 因为我们喜欢用硬料 硬料比较稠 所以我对于风力是很紧张 如果风力不足够,我是不会不用的 所以我这几年都没有什么大小机 如果我出去做的话,我一定会用很大机 通常都有三个大小 一个就是小小的座桌 基本上只是用到单动窗 或者用一些粉底、硬型的胭脂 那些很轻轻的硬料 就会用到这么小的机 如果要噴一些彩繪类的东西 我们起码都要用到这么大一部 就是叹噴 我们也会用到这些机 其实我们也会用到的 但是很少会用到 近这一两年,我们就买了这一部 这部机的风机会有水格 例如一部风机,下面连着水格 它存在很多汽 所以风力会很持续 它会很平稳地供到很大的力度 上面就是这个箱子 箱子是让我放牙尿、窗 因为我一定要用这么大力的窗 所以我宁愿拿得比较大 我都会拿出大箱子 我也可以的,因为都是它拿的 所以我都买了用大风 它可以一部机两档用 三个都用的 因为它是吵气形式 所以它没有一样很快就叫做 它不需要一直溫住那部机 就叫做没那么大负荷 有一些机它是一直溫、一直溫 这些机就会坏 这部机就是你不用的时候 它又帮你融入那部风 所以就会停 还有没有那么吵 没有那么烦 这个湿托很好用的 如果拿不到那么重的东西就很难 而且它不是360度的,是一個方向爛 取捨,看你對方的力氣有多強 如果有人幫你拉就更好,沒所謂 就是我拉,它就沒問題 我就好好用 如果大家有問題,可以多問我 顏料,這品牌是我最喜歡的 暫時是酒漬顏料的品牌 有大支,也有細支配裝 你拿出來 對不起,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裡面的箱子也有很多不同的細支 有些都是另外買回來再混合 其實有很多細箱 因為大支也不可能有你想要的食物 大支是最划算的 所以我們會買大支,然後入到細箱 如果你買這些已經很貴 但這品牌是我們最喜歡用的 但你用小支或中型的機器都未必會推力用 可能用中型的機器已經要吸氣了 小支是沒可能會推力用的 這品牌是比較厚身和實性的 水性超分區 這品牌是酒精顏料 你需要試試顯色度嗎? 也不用了 顯色度嗎? 看我的作品就知道 我們的作品全部都是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 水劑的顯色度一定比酒精顏料高 但它的防水性太低了 所以我會兩樣混合 如果有些位置要顯色度高一點 可能會加一點水劑進去 但定妝要做得好一點 定妝 定妝 定妝就是這支超好用的 這支是Green Marble 它超好用的 它噴多幾層的話 它會滲水的 你真的不用怕了 但如果要煮廚房水就是這個 要不然可以用一些輕一點 因為這支的味道 可能每個人都定得上 很糖的味道 但它會比較濃一點 有些人就會不喜歡 所以我們會用到 Berry Aspade 應該這個最厲害 這個最厲害 可以我們都會用這個 如果有些人用不到 可能Berry Aspade 比較像一頭 其他那些其實都不需要去看 因為那些可能是你平時化妝用的定妝噴霧 但你說要噴窗 就是要舞台的定妝噴霧 可能就只用到這些 其他那些都不入流 在她眼中 個人意見 我們最喜歡用的東西 分享我喜歡用的東西 我這幾年沒有試過水劑的噴窗料 但有一隻我試過玩過 都可以的 可能我用來點綴的時候都會用的 可能給照片 我沒有放在這裏 這個 變色龍的牌子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出的水劑難料 我覺得都不差 可以試一下 但是有興趣 這個變色龍的牌子 如果我們要用到水劑 水劑的材料 水劑的材料 或者洞材料 我們都會用到這個 這盒是她的 或是Woof Woof也是一個好用的水劑 但是沒有變色龍的感受 我反而喜歡Woof 如果是滑的話 我覺得Woof也不錯 還有電色龍這個也不錯 變色龍就出了很多 這些作用餅 它其實一盒都挺划算的 就是電色龍和Woof 就是我們兩個的區鑑匙 暫時說 都是最順手 基本上配合這個 一格就是這個寬度 下一個我們就說喉 喉 噴槍喉也有少許可以說 平時背的喉 有些叫繩喉 不知叫什麼 公仔麵喉 我知道叫什麼喉 很少用 平時有些背的喉 其實我不會用這種喉 因為它拉著 我不喜歡 然後幫你四支槍一齊 對 我不會用這種喉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用四支槍 因為如果它一個人用 當然會裝四支槍 我們兩個人用 可能他們都用六支槍 真的變成公仔麵 真的會打敗 這個喉 我不用夾 但有介紹一下這個喉 有見感的事 其實我平時是用這些喉 這種是繩的質地 它有很多長度可以選擇 我通常選擇一米幾兩米 為什麼要用這個喉 因為它是可以按下去的 按下去的意思是什麼 我試一試 喉呢 它出風的時候 它有出風 但其實我可以按住喉 我可以用那個喉 去控制那個風 聽到聲音 我們叫抓喉 這個是什麼 真的好 很土豹的名 抓喉 為什麼要抓喉呢 因為我們噴的時候 我們不會像DJ打碟一樣 在那裡教他 我不會的 我們唯有快 我們快的時候 就用這個喉的方法 控制噴眼部 我們收細那個眼 收細那個風 就不會噴到眼睛 噴到太痛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然後這件事 就會令到喉的消耗力很厲害 所以這些喉是經常都要換 要不然就會經常都會爆 尤其這些位置都會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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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公仔麵 不過這些位置很便宜 也是 有地方買的 很便宜 但這個很重要的方法 或者是我踢一點 我會用這個喉 窗架 這個是有四個出風位 一二三四 上面有一條氣壓 就可以逐獨立教每支窗 因為 這個是連接著窗 這個是連接著窗 不知道看到不看到 希望看到 每支窗上都有一個調教氣壓 因為我們每支窗一出的時候 它是同一個氣壓 但有時候可能每支窗 你會需要不同的氣壓 如果一下子打下去大範圍的時候 它就會太大力 我們可能會調小一點 逐支微調 這個可以 正常人家可能會用十字的分叉序 然後分幾條 整個抽 這個比較好笑 就是它一條氣就去到架 然後那個架再分叉 而且你那個牌的方法 就會每大鍵這麼多 不會壓住一塊在下面 這個就是在上面一條口這樣下 比較方便大家拿 所以我們都喜歡用 我最喜歡它的調氣壓 每支都很精準 調到你喜歡的氣壓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長期帶出來 即使我不開四支窗 我都會帶出來 因為它可以關掉它 我只開兩支都可以 這個就是我用的架 水架還未講的 其實每支窗 我一定會加水架在下面 為什麼要加呢 因為你空氣裡面有水蒸氣 入濕度超級高的時候 入濕度超級高的時候 入香港 其實因為我用木機的時候 它的喉頭會出到水 到一個爆發點的時候 會爆了 整個窗都會爆了 水出來 如果你是化水劑的話 那就麻煩了 你的裝備應該用的 所以一定要加這個水格 那些水就會在這裡 你再按鍵的時候 放水出來 那些水就不會在這裡出辣 當然我們如果用下壺 因為用下壺 就很難用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能會放一個很大的水格 在寶生的喉位 可能再大一點 可能這麼大 就是我們用 細水格是一個平時用的 其實下壺窗是比較辛苦 因為它很大抽的東西 就是它拿完這個之後 下面還有一個硬料座 還有下壺窗未必能安裝到 對 有可能可以 不過這個可以的 因為我之前不是這樣用的 所以這塊可以的 這是我的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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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特技和 我們都會放 我分兩邊的 我和一包掃出兩個東西 這邊掃就是特技的東西 這邊掃就是特技的東西 還有一些掃可以洗掃 可以洗掃 可以洗噴槍 我是這一堆 你為什麼有這麼多水分掃 我只是知道 因為你永遠不用做底妝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出去工作 我們會分一段時間去做 可能我會做它的前期 它會做一些比較精細的 可能底妝等等 我會化 因為底妝未必每次都會用到噴槍 所以我通常和它一起出妝的時候 所以我需要很大量的漂亮妝掃 這些都很窄 對 其實我什麼掃都有 這一堆是我的納納掃 最重要是多掃到根本都不可以 我覺得我很少掃 但其實我有兩堆掃 所以我喜歡用的 其實我也是一個 但我沒有用多 當我做噴槍位的時候 基本上那一堆掃我就不拿 我就拿這一堆 我用它放起它 對 它可以拿開 然後中途我會夾住一堆 我平時喜歡用的櫃掃 然後它就可以 你說我多新的東西 你看它全部都還沒拆 新的東西 給我用吧 然後它就可以動起 這些都是畫花花 face paint的掃 這些就是比較幼滑的掃 這堆掃 由於今年沒有這個節日 所以我就沒有尾開 因為不捨得開 其實有它也不會開 跟它一樣 槍都在這裡 它已經有一堆 在這裡 這堆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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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最喜歡用的 Body Pink掃 真的超好用 這個牌子其實是暫時我們用過最貨 我們沒有賺錢 因為我們真的有很多東西 即是黃色的 我都告訴你它是什麼牌子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但我知道在哪裡買 我們用來用去都是這堆掃 我都有新的 因為很難買 這堆掃 我通常最喜歡的是5號 我喜歡用5號 因為5號可以畫身 畫面都可以的 畫一些比較粗線條的 如果用3號這麼小 其實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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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3號的就比較細細 如果畫身的話就很麻煩 或者畫些很細細 但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枝呢 因為我們經常要用到 Elco河和水劑 所以通常每一支掃 我們都會分開 Elco河的掃是很容易打掃的 所以通常水劑用到打掃的時候 就會拿去用Elco河 所以這些掃每年都要準備2-3支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呢 就是一模一樣的 這掃爛爛爛了 我知道在哪裡拿 這個掃呢 這個掃呢 這個袋也是人家送給我的 生日禮物的 所以就… 但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他看到我沒有拿出來會生氣 其實我也有Hotel 我也很喜歡用這個 你說英文這個 Thank you 這些我們在台灣買的 它都很平 因為這些掃的消耗量很厲害 但不適宜買太貴的 你說100多元支 或者2-3百元支 我們的消耗量太大 我們這個平均的價錢 可能是幾十元至100元 100元以下 100元以下 因為我們有Discount 我不知道是否沒有Discount 為何會有Discount 為何會有Discount 它那個批發的 是會員假 我們有會員假 其實它那裏都可以做會員 我不知道是不是 嗯 不知道有多少 對 但香港好像只是 暫時我們知道 有得買這隻黃色的筆 好像只有一個地方 其實我如果真的用 我就會放回這裏 然後我可能會拿走 不捨得用 這東西很吵 對 拿來拿去 拿去拿去 其實不是 只不過它的掃子都是沒有用的 但它喜歡拆好包裝 我就不拆包裝 我用了的 它沒有用的 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現在了 如果接下來大家有什麼想知道 或是想看我們說 或是想看我們分享 或是想看我們分享 或是想看我們做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有些問題就直接DM它 因為我是不能回答你的 通常我買的東西 我都是叫它去買 對 有些資訊性的東西 我就可能打回下面的Infobox 雖然我未必會打個例子 直接DM它 拜拜 拜拜 我想問一下 Lola是沒有問題的 她的聲音 因為她有在這裏 在你那裏 在你那裏 她在玩紙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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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房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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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